大家好,我们这里是在纽约的长岛的一个富人区 今天我们来这里抗议的是美麦斯的一个律师 他的名字叫做Stuart Snuff 这个人就是代表PAX和善伟健 帮助中国共产党迫害爆料革命战友 迫害中国在海外的执意见者 我的身后就是他的大豪宅 这个是他在长岛的一个房子 同时他在纽约的曼哈顿还有另外一个住所 今天和我在一起加入我们的抗议的队伍 是一个纽约的一个犹太的律师 他的名字叫Elliott 我们要来说嗨 to our Chinese speaking audiences Hi everybody, I appreciate the engagement I respect your support for the cause And I'm glad to see all of you exercising your rights And appreciating your protections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the constitution and all of your state laws So thank you for your continued support Thank you 所以这个Elliott他是出生在美国的一个犹太的家庭 所以他说今天他来到这里是支持我们新中国联邦人 支持我们爆料革命战友 我们实践美国的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我们每个人神圣的权利 我们在美国这块自由的土地上 我们可以自由的为自己的信仰和自己的声音而发出声音来 所以我们今天是开车两个小时的话 我们来到这边进行和平的抗议 我刚才有碰到这个Stuart他的一个邻居 这个邻居呢他是一直都住在这里 他说这个这个地方呢确实是Stuart的这个房子 但是呢他就是基本上是属于他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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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墅型的 今天他不在这边 但是我们来这边的话呢 这个Stuart每个邻居都会收到我们一封这个给邻居的一个公开信 在这封信里面我们告诉这个他的身边的这个邻居和住在社区里面的人 这个Stuart呢他是代表这个中共的这个PAX帮助中共特务 夏伟健在海外迫害这个爆料给人的战友 所以的话当这个邻居听到我说的这个时候 他感冒非常的震惊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长岛这边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就是属于富人区吧 他没想到这个人的这个能够买这样的豪宅 他的钱是来自于台国人民的血汗钱 所以他当时就跟我们讲过我支持你们Good luck 所以我们将来会有更多的抗议的这个者呢 现在正在路上 我们先给大家录一段视频 非常感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谢谢大家